当你去看懂你自己的人生规律图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你在某一些状态的时候永远爬不起来 这就是跌倒的能力 这就是受挫能力怎么养成 你要去看自己现在 在你的人生规律里面的哪一段 当你发现你的这一段 是你的人生下跌的时候 你的另外一个小姿意足的朋友 他在上涨 这种时候就是所有的人的焦虑来源 HELLO大家好我是塞尔沙 今天这集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集 也就是我这个YouTube频道 跳极人生的来由 在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25岁那年我去了新加坡工作 到现在35岁 总共短短的10年间 我立即了人生一切血泪 我从25岁什么都没有 然后到新加坡慢慢爬 然后爬到顶点 结果在第5年的时候 又跌到了一个谷底 就是我29岁30岁那时候散婚 然后遇到一大堆官司 创业失败 然后投资私利 家庭失和我把他破产 反正我在一个爬到自己为巅峰的时候 突然掉到谷底 然后在谷底里面沉沦非常非常久 我以为我人生再也一蹶不振了 结果我竟然慢慢慢慢的又爬起来 到现在35岁 我又跳到人生的另外一个巅峰点 这个巅峰是过去人生35年来 从来没达到的高度 我从来没想象过我可以得到这样的高度 于是我发觉了一个史上最强大的人生跳级机密 就是找出你人生的规律 你知道那个规律呢 就是你在人生走到一个最终你想要走到的高度 我们先预设大家都是想往上爬的嘛 就是一个高度 你在看那个高度前 跟现在的你自己一定有一个距离 但这个距离不是我们小时候想象的一个线 然后慢慢这样爬山 而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幅度的线 那这个幅度的线呢 是你最终走到你人生想要的状态 样子高度所拥有的线 可是呢 人生不是这么简单 不会一帆风顺 永远都这样往上嘛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谁 这张图表呢 是全地球的巨富巴菲特的图 你可以看到他前面图是一个平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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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那如果是你 你会觉得你的人生无望 可以直接躺平 可是他在他这个晚年的时间 六十几岁的时间 直接往上飞奔到一个最顶级成为的世界巨富 如果你看这张图的点对点 它是直接一个横的线性 没错 可是其实他的规律是一个完全平的 然后到一个点才往上冲 那你再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 是我一个新加坡朋友 他真的是一个很chill 很自由自在的人 完全没有任何的滋唱 或是老板管得住他 他应该跟老板吵架 所以呢 他的人生的表现其实是一直平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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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到别人都不看好 然后身边的 他前妻好像跟他离婚 大家都觉得他没用了 可是呢 他就突然有一天开挂了 去做了一个挑战 结果呢 他就经营了一个这个挑战 我就不讲 因为他说他不想要分享 结果他就做了这个小挑战 创了这个公司 这公司在一年内 员工直接增长十倍 然后呢 营业额高到一个快要可以上市 可是他目前就是还在筹备这个东西 所以呢 他的这个路线呢 是一直平平平平平到突然遇到人生一个起始点 然后往上 然后呢 你以为他就扶摇直上对不对 没有 他在遇到COVID的时候又一个跌倒 然后又平平平 到现在他就是一个平平平平平的走 但是你说他现在的人生 比十年前的人生有没有增长 有 现在跟十年前的自己比 他其实也是往上的 只是他的幅度 他的人生的那个规律度 其实是一个平直 掉下来 再平 然后这张图呢 是我身边的一些小智义族 他们是我的亲朋好友 还有一些我觉得 算是人生还蛮正向在成长的一些人 他们的总和 还有 有一些粉丝他们给我的反馈 我问他们是不是现在的人生 比十年前的自己好 他们给自己的评比是超过一百分以上的 所以我就把这些人也纳入进来 这些人呢他们有个共通点是 他们的人生规律是 起伏不大 可是呢他们就是小小的起伏 然后再停小小的起伏 再停小小的起伏 你就会发现呢 他们没有太大的起 也没有太大的弱 就他们生活没有遇到太大的挫败 看起来还是蛮顺遂的 可是他们常常会有一些迷惘点 卡关比较久 因此呢 这样子的幅度呢 不会让他们下一次的成长点太高 但他们至少一直在努力 所以一直长期有在成长 所以你把他的起点跟他现在的终点连起来 他还是一个线性的成长 只是比较慢而已 这是另外一种人的人生规律图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这张图是谁的图呢 这么大起这么大落 而且每一次跌到低点 都是一个下限的低点 再突破下限再低点再低点 有没有看到 结果最后他能够跑到的高点 竟然比十年前的高这么多 这就是爱尔沙的人生规律图 当你去看懂你自己的人生规律图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你在某一些状态的时候 永远爬不起来 这就是跌倒的能力 这就是受挫能力 怎么养成 你要去看自己现在在你的人生规律里面的哪一段 当你发现你的这一段 是你的人生下跌的时候 可是你会看到你的另外一个公务员朋友 小之一族的朋友 他在上涨 这种时候就是所有的人的焦虑来源 你会痛苦 你会觉得自己烂 你会觉得自己的挫败现在很可耻 是因为你看到别人在往上 你在往下掉 所以你爬不起来 可是你要怎么样爬起来 怎么跟爱尔沙学这种受挫力爬起来 就是去学跳极人生的所有秘籍 我在这边先不跟你讲 但是你拥有这些秘籍 还有强度的软实力的时候 你就会看懂 你现在的下滑不应该跟这一条 别人在成长的线比 是因为你在过个一两年 你的上涨的程度 其实会跳跃它高度高很高 所以这时候呢 你就不会去羡慕这些 当时你在受挫的时候 他们正在成长的线 因为你明明就可以跳得比它高 所以如果你看懂自己的规律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上帝的视角 全局的思维 去看你的人生本来 就会一直有这个起伏 一直有这个起伏的同时 不用担心别人正在成长 因为当你用全局思维 去看自己的人生 全部的格局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永远都跳得比这些人高 根本就不用怕 再来 你不需要去跟别人比 你回来跟自己比的时候 虽然你的人生会有跌到底的机会 可是你会知道一次比一次 你可以跳得更高的时候 下一次你应该能跳更高 因为这中间你所累积的养分 它其实是一直堆叠的 你所做的努力 它是会一直复利效应 把你再更上层下去的 所以你不应该再担心 你的下一次失败 你反而应该要期待 你的下一次失败 让你跌得更高 跳得更远 这就是因为你看得懂 你自己的规律 所以这个跳起人生的终极法则 就是你第一步要找出 你的人生规律图 你的规律到底长怎么样 你很想知道 对不对 我跟你讲 立刻点选资讯栏里面 有一个艾尔莎免费直播 会在这个免费直播课程里面 教你怎么去画出 属于你的规律图 你一定要知道你的规律图 你才会知道你现在定位在哪里 你以为你现在 离你的高峰点很远 对不对 但其实如果你知道你的规律图 还要知道你现在这个规律图 里面的定位点的话 你就会知道 你已经在爬了 所以再多给自己一点时间 你快到了 但如果你的人生目标 已经快到了 跟你离的不远 跟你却一直感觉迷惘 然后触及不到 搞不好 你一直在下降的状态 你一直觉得 你在做一样的事情 稳稳的 对不对 就是大家朝九晚五 人生状态不改变 舒适圈不跳脱 那你以为你的稳 其实你的稳是下降的 其实你是在温水煮青蛙 不知不觉的 离你的人生目标点更远 你其实是晚下降 这样子你的人生规律图 拉出来一看 你就会知道 你其实在做错的选择 立刻停损 立刻做改变 然后呢 在找出自己的规律点以后呢 我们刚刚是不是在人生里面 会找出每一个规律里面的不同方向 所以你的人生会有起 会有平平的 稳稳的走 会有落 就是这三个方向 上 稳稳的一种 这是每一个人的人生会遇到三个方向 尤其像我 起的时候起的特别高 弱的时候特别垂直 稳的时候时间特别短 这是我的人生哦 但多数人的人生呢是 起的幅度不高 但是平稳的时间特别久 那这样下降的幅度不大 但是也不会太久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人的话 他们要练就的能力是什么 他一定要在起伏的时候 就学更多更多的起伏技能 也就是你要去养成你的各种硬实力 也就是俗称社会上的硬技能 可以让你冲的更高 我的人生所有的往上冲的点 都是靠我的硬实力 然后呢 我在人生可以稳稳的走 都是靠我的硬实力加软实力50% 50% 再来我的人生在下降跌下去的时候 全靠100%我的软实力 我的软实力是最后让我跌下去的时候 可以学到所有的东西 挫败力 自我探索 自我觉察 各种的能力 让我在谷底待不会太久 又立刻往上冲 那这些立刻往上冲的能力 是我新学到的硬实力 那具体这种向上爬的能力技能 还有这种平平稳稳该学到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还有往下降的软实力 到底该学哪些 我直接列在这个图表 可以看到这个图表是 艾尔莎自己创造的 专属跳级人生所要学的各种人生 必学图表 所以这个图表里面你可以看到 里面包括对外界环境所有的抵触和努力 所要养成的硬实力 还有你在人生稳稳的时候 必须要为了人生可能接下来要下降 或接下来可能要大力的攀爬 所学到的50%硬实力和软实力 还有接下来人生如果真的有要下降下滑或跌倒的时候 我们要为这个挫败准备好哪些软实力 这也是这个内容该学到的东西 每一项内容都是一个人生最巨大的哲学 所以你如果要多认识这些题目 然后想要知道这些跳级人生真正的学习架构 还有技巧和方法的话 就点选一下下面爱尔莎准备的资讯栏这个连结 这个连结可以点下去 让你可以在现实内赶快得到一个免费的直播 爱尔莎会在那个直播里面亲自跟大家解释 怎么样拥有跳级人生的详细步骤 除了带领你从前面的人生规律图里面找出自己的定位 还有未来的终点以外呢 也要去算出 还有去找出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些软实力和硬实力 足不足够支撑你想要的跳级人生 所以这集呢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 可以帮助到大家除了跟着爱尔莎的频道一起成长以外 也要去学会爱尔莎过去人生所有的精华 所总结出来的内容当做一个课程 好好的实战一字一句上课交给大家 如果有兴趣的话赶快大家点准这个连结 去参加爱尔莎的这个免费直播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跟大家一起十年有成 继续在未来大幅的跳跃人生 记得订阅爱尔莎的频道 加啾